我们就看到在最近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在13号正式开幕 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开幕式 他致辞的时候喊话表示 身处百年变局 要以责任共担 以共同发展 以团结互助 共促安全 探索走出基于最大公约数 而非小团体利益的新型安全之路 那么香港人就分析说呢 今年是周恩来在1954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发表的70周年 在这个历史节点呢 这次的香山论坛就围绕在共逐和平共享未来的主题 而根据后来事后发的新闻稿也表示说呢 开幕式这次有100多个国家 国际组织还有官方代表专家学者 总共有1800多名的贵宾与会 吴玉老师您看 董军所说基于最大公约数 是不是让我们的标题手下的 也就是中美破冰 最大的公约数 其实不单纯只是 中美要管控分歧 斗而不破 其实董军讲的最大的公约数是 各国要透过开放包容 来共同建构一个区域安全 而不要像美国一样 只搞小团体 只搞小圈圈 所以它这个最大的公约数 其实VS的 是要对比的是 美国在搞这个小圈圈 基本上是不利于和平的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来看的话 这次香山论坛 当然他又会看三个 第一个当然就是习近平 发表一个贺信 那贺信他还是用所谓共同 包容和平安全 这些基本的概念 那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 第一的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在有关你晚宴的 这样一个开放的支持当中 也谈到怎么样的构同 来建立一个区域的一些安全 跟和平稳定 那第三个是你所讲的 那董军在支持当中 也特别除了重申习近平的贺信之外 也再度的强调这一点嘛 所以美国大概所谓中方 大概很清楚的 第一个来讲的话 他大概有意想把这样一个 香参论坛 拿来所谓跟新加坡的 这样一个香格里拉这个对话 来做一个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平台 那相较于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 他认为说香参论坛 第一个 它是拥有一个主场的优势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所谓的 可以提供各界的一个广泛的交流平台 那第三个呢 主场又是跟交流平台做什么 就是想让中国对于安全和平 这个概念 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场域 能够对国际社会来进行宣示 所以北京大概有两个做法 现在在做的 一个是美中的大国关系 这一次来讲的话 像苏利文到北京去访问 然后北京用这么高规格来接待 可认定北京大概很清楚的 由于第一个拜登不参选 所以在美国大选前 以及美国大选后 新任总统 不管选举的结果是如何 明年1月20号新任总统就之前 美中的这个关系 基本上是拜登说的算 所以因此必须要在管控分歧 那这个部分 如果双方已经建立起来的 那剩下的当然就是 透过这样一个区域性的 这样一个平台 透过香山论坛 透过香山会议 北京也能够表达 它对于和平 对安全的这些看法 而且有相当大的 我看他们所讲的每一句话 基本上都是想着美国在讲的 等于中方再次提醒美方 做个负责任的大国 那大国就要有大国的样子 当然看到中美最近 也进行了军方的战略对话 我们看到是9月10号 那么解放军南部战区的 司令员乌亚南 和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帕帕罗进行了视讯通话 在印太司令部的声明中表示说 帕帕罗强调美军跟解放军 持续联系的重要性 而且也指称说 军事高阶领袖这一类的讨论 最重要的就是要厘清意图 而且重点就在于 降低误解或误判的风险 不过帕帕罗也敦促 这个解放军要重新考虑 在南海和其他区域 所采行的危险强制性 并且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战术 而中方这边 由国防部则指出 这次通话是根据 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 也是当时的习拜会 所凝聚的共事 英国的金融时报 他们就独家报道说 吴亚南下个礼拜还要访问 在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 而且也渴望出席 帕帕罗所主持的 年度印太国防首长会议 刘老师您觉得 吴亚南跟帕帕罗 他们从视讯通话到现在 看到下礼拜 还要到夏威夷去看印太司令部 您觉得中方美方 双方交手的重点会在哪里 对 这当然这就是 其实这整个大的氛围 是一系列的活动 就是刚才 那么胡岳教授所讲的一样 就是他的这个 又稳住这个关系 从包括香山会谈 这个军事外交 然后美中之间的 这个高层的 这个战略的对话的管道 包括苏利文 跟网易 跟这个或者到大陆去见 习近平 张又霞 和现在这次的 帕帕罗跟温亚南 是一样的 是一个脉络下来的 一个脉络下来 当然它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除了这个脉络以外 第一个重要的意义 当然就是裴洛西之后 他们本来军事交流都断掉了 断掉了 你看 他们现在不只是说是视讯对话 而包括说 乌亚南的情子到夏威夷 参加巴巴洛主持的 印太的这个防长对话 年度防长会议 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 突破过去的 一个温度重新接起来 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南海 因为南海最近是蛮紧张的 南海紧张 因为菲律宾跟中国大陆 当然还在冲突不断地增加 增加你看本来 美国本来说 我美军要去护航 你去补给 我来着护航 你补给船 这个冲突越来越增加的时候 你看在礼拜一的时候 人民日报 中国大陆发表一篇文章 就讲说中非关系 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到了十字路口就可能随时 你可能会擦枪走火会起来 那既然会打仗 可能会擦枪走火的时候 那时候南方展区的 这个司令 威亚南 然后跟这个 巴巴罗 巴巴罗能够见面 那当然就是稳住当地的 这个情势 避免在这时候 有任何擦枪走火 所以不管是大的 这个军事的交流 稳住中美关系 小的这稳住南海 它都有它的一个 特别的意义 如果说接下来 就是巴巴罗去 印太司令部参观 您觉得 它会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可以带回北京呢 我觉得你说马上 具体结果很难 我觉得它基本上 就是一个管道 而且我们还在看说 美国一些智库也在讲说 你今天是跟南方的战区 那是不是跟东方 跟别的 对不对 跟别的也有来往 别有来往 那都有来往 这管道能够通了 那以后就可以管控分歧 我觉得这个象征意义 或者这个管道建立 比这个实际上 才能什么更为重要 罗老师您怎么解读 美方邀请中方的 这个吴亚兰 去参观印太司令部这件事情 因为拜登总统 虽然有很多 针对中国的措施 比如说禁止 什么科技设备出口 到中国去等等 然后拉进来 很多盟友 围堵中国等等的动作 但是拜登一直以来 在过去三年半 一直以来都保持这个 engagement 就是交往 跟中国大陆继续交往了 有来往的这个概念 不管是在哪一个领域 比如说气候前变 或其他的包含 南海这个议题上 所以他就交代一定要邀请中国 中国相关人士来参加这次的印太国防首长的会议 不能不邀请中国来参加 因为拜登就交代他所有的下属 我们还是要跟中国保持沟通 对 所以你觉得这跟选举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跟选举完全无关 因为这次选举 这次选举不是一个外交的选举 对不对 所以选民在乎的议题 第一是经济 第二是经济 甚至第三也是经济 那另外是移民 南部的边境 非法移民这个问题 但是很少很少听到选民说 我非常在乎中美关系和外交政策 OK 选民就是美国的选民最关心的 还是跟他们优伤相关的经济 包括移民还有是堕胎的议题 不过某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也表达了 像刚刚你讲说engagement 就是中美之间拜登还是要强调 至少他现在执政是hold得住场面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